中国大历史 上下五千年 先秦之下商周三代 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 出现最早形态国家的一个基本共识和认定 我们知道是从周朝开始有了确定的历史纪年 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 而商朝历史则有大量甲骨文 作为考古材料和文化史料来支援和义政 但是下朝呢 我们也知道下朝有不少历史流传于后世 但是目前考古并没有发现下朝出现文字的直接证据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 下朝的这些历史究竟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下朝到底存不存在 国内和国际史学界一向是有争议的 当然 中国人都很确定的相信 在商朝之前是有一个下朝的存在 即便不是非常成型的国家文明 至少也是最早国家的雏形 讲述下朝历史的连环化 本文不探讨下朝 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只是探讨上古历史的流传过程 因为下朝并没有和甲骨文一脉相承的文字 在目前出土的商朝的甲骨文中 也没有任何关于对下朝的记载 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关于下朝及下朝以前的历史 到底是怎么被传承下来 其真实性又如何呢 甲骨文之前的疑似文字 未解读 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伟大的史书是史记 可说是中国人的历史启蒙 因为是史记最早对上古五帝时代 以至夏商周的历史 有了成体系的记载 但史记是西汉时候司马迁所转的 他如何得知以前的历史呢 司马迁的史料来源 一个是自己的实地考察 找各地的茂迪老者 来讲述上古时代的传说故事 一个是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国别史 也就是各国史观所修的史书 这些史书真伪难辨 参差不齐 司马迁选取其中认为值得信赖的史料 加以编撰 史记 春秋战国 各诸侯国都有对自己国家历史传承的追溯 这些史书可能最早涉及到了上古时代的历史 从三皇五帝到姚顺宇和夏商的一些历史 或历史片段 那么这些史观对夏朝历史的认识 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里我们必须有一个常识 在古代的时候 文字是一种奢侈的 稀缺的文化产物 更是一种高阶的记忆 文字仅仅掌握在少数的人手里 可能是史观 巫师 或者贵族 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 就更是如此 商朝甲骨文 谁掌握文字 谁记载历史 文字传播的范围到哪里 历史的流传就可能到哪里 文字是继承和流传的 夏朝有没有文字 这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商朝的文字 究竟是继承余下 还是自我发明自成体系 也不得而知 但是确定的是 周朝灭商后 肯定继承了商的文字 周朝的史观从文字中 发掘了关于商和商以前的史料 如果当时的商朝文字确实对 商以前历史有所记录的话 也同时记录周朝自己的历史 古代史观 周王朝历史八百年 其中又有犬戎之祸和王室冬天 战乱和动荡 对原始的文字史料 一定是有巨大的损毁 原始的史料一定有大大的遗失 但是不管怎样 从西州进入东州 也就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后 原来的诸侯国纷纷崛起和竞争 周王室王全被大大瓜分 同时伴随的就是文字的急速扩张 这种明显的扩张 以为历史学家所证明 文字的大范围 扩张 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是文字的功能更丰富了 最早文字仅仅用来进行祭祀活动 大概到商末河州初时 文字已经用来发布政府号令了 而到春秋战国时代 文字已经成了行政工具 拥有了完备的文书行政制度 这大大促进了史料的记载和再流传 周朝主流文字经文 所以 到了春秋时代 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最古老的书籍 诗经 上书 笔记 春秋三传这些最古老的中华典籍 无论是文学性的 典质性的 既是性的 在后世看来都是史料 这些典籍的编撰者如上书 为孔子所编 有机会阅览春秋各国收藏和储存的 来自古老西州的王室和贵族文集 其中分散而凌乱的记载了一些上古时候 今王的号令和事迹 自然包括姚舜宇 夏和商 编者将之重新修编成书 流传于后世的 就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孔子公元贤551年公元贤479年 到了战国时代 秦雄变起 诸侯国的分化和斗争更加明显 各国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王宣的正统和统治合法性 不仅要显示自己国家对周王室的传承 更要努力将自己国家和周朝之前下商联络起来 其中大修史书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战国时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 这些史书都或多或少的加入了为自己国家附会下商周联络的文字内容 其中自然有不少虚构和歪曲的成分 上书最早记录了姚舜宇世纪 到此 我们可以有一个相对明晰的线索了 一 下朝的文字和商朝的甲骨文 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络 至少商朝人 未必能准确掌握下朝的文字 所以下朝的历史 应该是靠口头相传 通过商朝加工和流转 二 周朝灭商 掌握并发扬和演化了商朝的文字 因而也得以记载了一些下朝籍以前的历史传说 这些文字基本上都保存于西州王室和贵族 三 西州东迁 文字进一步传播 诸侯并起 各诸侯国瓜分了西州王权的同时 也瓜分了西州的王室文集和史料 经各国的高阶知识分子修编 于是春秋时代出现了以诗书里 以春秋为代表的得以流传后世的最早的文集 其中 记载和反映了一部分上古的史料和风土人情 东周时代混乱的诸侯国体系 四 战国时代 各国进一步修编史书 由于各国政治立场不同 文化传承不同 对上古和下商周三代的评价并未不同 在史书的修编中加入了各自政治正确的历史私货 这事后世看到不同史料中对上古下商周有不同描述和褒贬评价的起源 五 秦始皇统一六国 藤书坑儒 对六国的史书和古籍多有破坏 到西汉时 由司马先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 恐怕还有文学加工 终于写成伟大的史记 从此 上古五帝传说 姚舜与下商周三代历史 虽然不尽是历史原貌 但终于得以流传后事 竹书纪年